Ready? Rend the bell!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 你是倩山盲 第119屆節目 那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我是C4 那不過今天線上呢 有一位很特別的來賓 其實我不是很想跟他錄了 對 但是沒辦法 有重要的事情宣傳 那我們歡迎Gaia Hux YES 什麼叫做沒有人很想跟我錄 現在是心結 沒有錯我跟你就 一直都有心結 對你有心結 每次我上節目他就不錄了 好啦我們這個節目既然不要罵髒話 要不然我剪得很辛苦 對不好意思 好來那個 欸今天邀請你 喔 現在有這個新的policy是不是 沒錯沒錯 因為他們之前都在罵髒話 我剪得超級無敵辛苦 對因為我想說要給阿彭聽 我們還是給他一個乾淨的 乾淨的 收聽的良好 收聽空間 是沒錯沒錯 那個良好的品質啊 好不好 那個聲叫聲叫聲音的聲 OK 好來那今天邀請Gaia Hux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那等一下可以稍微提一下下 對OK 好那在此之前我們先進入我們的聽眾信箱環節 欸 好來第一位聽眾叫做巴巴羅薩 他說想請問選手在結束之後的交流時間 比較期待跟衰迷有什麼樣的互動呢 欸他後面還有其他問題 我先回答這個問題 來如果是你的話 你比較喜歡跟衰小迷有什麼樣的互動 你問我這樣子的一個人 這個答案很清楚 就是買我的東西而已啊 喔 這麼直接 什麼互動 那個是其他 你重點是要買我的東西啊 最直接的支持啊 我是貪商欸 你是貪商是賤商 我是貪商欸 貪燃商人的嘴臉 那如果這樣子好了 今天如果粉絲過來跟你討報報 或是跟你索穩你要嗎 索穩是怎樣 漂亮 有些人就說 哇乾爺好帥 我來親一個可以嗎 欸 這樣你會接受嗎 是阿糕嗎 阿糕的話勉強接受 阿糕親一個也沒辦法 隨便啦 好啦 反正就是你漂亮的女粉好不好 OK喔 當然是 我們這事情要一步一步要有順序的 好不好 你不然 動不動就突然親上來 你確診怎麼辦 沒關係啦 反正現在這個世界上 誰又有確診過 是你沒關係啊 不是我沒關係啊 你什麼該打的都打了我沒有欸 你不要亂講話 好來 那我那我問你 你自己最 好對是是是是 那除了比如說 最直接給你的金錢上的援助 比如說買你的周邊商品 或是買你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東西之外 他一些什麼樣的行為 會對你就是 比較可以打動到你 等一下 你的打動到底是走哪一個方面 他今天要的互動是 超越朋友之間的關係 好像不太妥 對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像這個問題就問的不太好 好啦如果是 單純是想要當好朋友 有可能是單純想好朋友 很簡單啊 你就不要當怪人就好了 喔 其實就是 行為卷子像個人 對不對 是 就是過來跟你可能 對簡單說個話然後拍個照之類的 應該沒問題吧 握個手之類的 如果聊得來就會聊得來 聊不來就會聊不來 對不對 有的人就很難聊 我就是很難聊的那種人 Holy shit 沒有你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我只是就 我就是懶得不想取悅大家而已 喔 OKOKOK 那像我自己的話 會期待跟摔民有什麼互動 其實我蠻喜歡跟摔腳 摔民聊天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棒 因為就是從觀眾的角度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他們眼中我是什麼樣的人 嘿嘿 對啊 因為有時候 你是什麼樣的人 欸我是什麼樣的人不好說 我意思說就是比如說有時候打比賽打久了 然後可能就是活在自己的character裡面 對然後是好是壞 有沒有要吸引到觀眾 這個我們自己也沒辦法去理解 所以說有時候透過觀眾的給了一些回饋 對我們才有辦法 是沒錯啦 這也是很重要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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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蠻喜歡就是跟摔腳迷互相聊天的時候 就是簡單來說一句 欸打得很好 或說今天辛苦你或什麼東西 簡單握個手我覺得都很棒 對啊 但我自己反而覺得 就是賽後之後講的都不太準 喔怎麼說 我個人的想法 嘿 就是身上腺素在喔 大家都很high 就會覺得說今天大家都好屌喔 然後你實際上回去看了一下也變 我怎麼那麼爛啊 哈哈哈哈 這種事情很常發生啊 這種事情我就很常發生 是啦是啦是啦 好啦那後面還有補充就是繼續問 就是說IG裡面如果全是男男的合照 感覺女人員會離我越來越遠 請告訴我最佳的方式嘛 By the way 辦一場北極光跟Sky假賽的比賽 好像很有趣 等一下 現在是把我們當把我們當感情請問電台了是不是 有點我覺得我覺得這個這個這個搞不好是自己的 這個巴巴羅薩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 因為他說什麼 我跟你講你這樣你這樣問問我就錯了 問C4就對了 C4老熟門熟路了 我哪有熟門熟路白癡喔 C4最夯的那種 白癡喔 好啦那個他後面補充問說 北極光跟Sky的假賽比賽你覺得會有趣嗎 我覺得現在的Sky已經不是以前的Sky了 他對我來講他就是他現在很無聊 好現在很無聊了OK OKOKOK 以前至少要努力一下 現在就很認真了 我不喜歡太認真的人 OK好下次我比較認真對不起 OK好來那以上是 沒有認真過沒有關係 好不要吵 OK好那個是巴巴羅薩的提問 那第二位聽眾也是本週最後一位叫做Aki Aki 應該是念Aki 對他說他講的東西很奇怪 我們有討論過 他說 舊情總能使我們向未來邁出更遠的步伐 就像摔角之於我 就像葛西純一翼之於哈卡等等 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我沒看過你那場 Oh shit 沒有啦 我現在是針對他講的話 他講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有點不太懂 我也聽不懂 我也聽不懂 現在他的contact是什麼 舊情 你說什麼舊情容易附 舊情總能使我們 向未來邁出更遠的步伐 舊情總能使我們向未來 邁出更遠的步伐 更遠的步伐 對就像摔角之於我 這句話我算是 我算是能理解 但我根本沒看過你那場 所以我不知道這的確 到底是不是一個 合理 就是 成立的一句話 因為我沒看過 Holy shit 阿不是我不看 是他傳給我影片 結果我點開看不了 所以我沒辦法看 可是現在可以看了吧 現在可以看了吧 我不知道 好啦好啦 但我還是不太懂 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舊情到底跟哈卡跟葛西純的 那場比賽有什麼關係 讓我現在問你嗎 你的舊情有讓你想 讓你使未來邁進的更遙遠嗎 欸確實有欸 對啊我覺得就是 你就是 救了不去新的不然 感受最深的人啊 你不要吵啦 白癡好像在頭上 把我身上來 反正就是他讓我進步嘛 沒有說讓我實為 使我成為更好的人 對啊 也是算讓我 往前更前進一步 這是合理啦 我們在這邊謝謝 謝謝什麼啊 前主持人 你寫靠腰 OK 好啦那以上是 這集派你通知你想說 不好意思啊那個阿奇 我真的實在解讀不出來 你想要表達什麼 對 我們只有幾個腦袋都不好 對啊我們沒有讀書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OK那今天講到今天的那個 找你來用意啊 你要不要先稍微講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後面再 帶到這個時間 你今天來要幹嘛 你今天講一下 我今天來啊 我是來宣傳的 宣傳什麼東西 你今天這一個Podcast應該是 禮拜天上 這禮拜天就上了 對禮拜天上了 對 那這個時候呢 相信有來看帕斯路到場適合的觀眾 也都知道了 5月12號 5月12號 禮拜五 我 我本人 嗯 抓了幾個 幾個出錢的T死鬼 也不是這樣講 我 X Poco 還有NTW的KJ 我們決定要在 KJ在工作的酒吧 Revolver辦一場 嗯 酒吧摔角 酒吧兩天摔角 喔 OK 但是呢 時間 實在是太刺激了 是這個 禮拜五的 大概11點半開場 對 所以 我們會打到半夜 會打到 禮拜天 禮拜六 沒錯 所以呢 小朋友呢 是不能來的 何況是酒吧 早點睡覺 早點睡覺 啊 大家既然都來看了 那你其實也沒車可以回家了 不如就多待久一點 我們還有 After Party 總之呢 那天會有三場比賽 對我們那天會有三場比賽 那卡斯我打算要到當天再公布 就是 OK沒問題 不是卡斯 是賽程表會在當天公布 沒問題 但是 基本上海報上面的人呢 都會出現 OK 然後 比賽結束之後的After Party呢 你可以 像剛剛第一位 那個觀眾發問的一樣 你可以留下來 幫你喜歡的選手買一點酒 跟他一起喝酒聊天 哇 喝了酒之後大家都很好聊啦 真的 所以 抓緊機會好嗎 想要超越 想要成為 成為朋友之上的關係 就靠現在了 就靠這波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 奇怪的開場 OK 好啦 Fill 講到那個酒吧摔角 我記得你是在 日本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打過一場 那是講酒吧的比賽 對不對 對 其實 這個酒吧 這一次要辦酒吧摔角 我會說 構思很久了 是因為 其實很久以前 就是我們還在海天的時候 多久 在海天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初不是 雷台沒有常駐嗎 對沒有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Grapple Max Grapple Max他們會做那個 軟電比賽 全部都軟電比賽 對 我就想說 我一個月只有這樣子的比賽好少 想要多打一點 我就很想要打一個軟電的比賽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很懶 那時候大家都很懶 大家也沒有 摔起來沒有想要那麼簡單 對啊 我也還在讀書 所以 那個事情純粹就是一個想法 然後直到近幾年 像ChocoPro開始打 對 他們那樣子直播的比賽 然後直到我也去 對 就是我這一次去日本之後 打了ChocoPro的比賽 對 然後有機會也去打了 呃 他是在明古屋的以前 Rolling Man的酒吧 的酒吧的軟電賽 嗯嗯嗯 對 然後再加上 Chris Brooks他有在辦一個叫做 Bagakaiji 就是 專屬他自己辦的一個 也是在一個超級小的酒吧的比賽 欸 我沒有去打了 但是因為我都有看 他都是YouTube上有直播的 哼 看了之後我就想說 我覺得 台灣一定要有這個這個東西 喔 多一點 因為台灣沒有辦過啊 台灣唯一一個接近酒吧摔角 就是NTW之前辦的那個 可是他們那個太真實 喔 真的太摔角的那種感覺 那是一個 對他雖然沒有 他雖然其實也沒有擂台就是軟電 但他有 他有很切切實實的營造成了 那是一個雷台的感覺 喔是 但對我來講 但對我來講 將就失去所謂 軟電摔角跟酒吧摔角的娛樂性 OK 像Grapple Max其實剛開始也都是那樣 就是你還是會看他們做一些很雷台的東西 嗯嗯嗯 那Choco Pro就完全不一樣 他們 就是等於是你在哪裡你做什麼事情的感覺 中間有兩個窗戶都可以打開利用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場地的不同 可以創造出更多不一樣的招式 或是工坊之類的 嗯嗯嗯嗯 欸我這邊打菜問一下你剛剛 這個很讚 嗯 我問我剛剛打菜我打菜一下 就是你剛剛講說就是可以立在場地利用一些特殊的招式 那你這個招式是在打比賽之前就有先設想好說你大概會怎麼做嗎 還是說你自己到比賽的時候的隨機反應去臨時這樣子去運用出來的 講最簡單的當初我在民國武打那場酒吧比賽 欸那個對手是誰 對手是誰 呃對手是 Triple Six就是那個666 暗黑組織666的 呃 Konaka Peruan 嗯 小鐘 小鐘 Peruan 那 那時候我其實是去看到那個場地 然後 那個場地真的超小的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平常做的東西有沒有辦法放在這裡面用 對 然後我就思考說 可不可以做什麼樣 專屬於這裡可以做出來的 別人做不到的 我做得到的東西 對 比如說我比賽 比賽來講我一直都會這樣子想 對 然後就是我想了很久我想了很久 可能有些他們有一個觀眾的椅子啊 我可能就是會站在那裡這樣跳 可能就像spinball一樣的感覺 嗯嗯嗯 對 然後甚至是因為他們有那個錄影的人員 對 錄影人員很大一個 他很大一隻 對 跟戰兄差不多身材 對 所以我就賽拳跑過去跟他說 我很有可能 會用到你 那就請你配合一下 然後我就說 哈哈哈哈 所以後來我就是踩在他身上做挖鋪 OK WOW 本來還要踩在他身上做那個Torado DT 但就被反擊 一萬對手做 所以 所以就 沒有成功 嗯 但是也有一些是 其實是當下 反應出來的 嗯 就我們在做Chen Wrestling的時候 嗯 就是 因為那個場地真的就太小了 嗯 然後 我又 因為我們賽前其實有喝酒 就是開場大家就先下 哇好鏘喔 好鏘喔 開場大家就先下 然後 上一場是烈火 烈火賽後好像 最後結尾的地方好像下了四五杯龍蛇籃 然後 打這一拳 哇好鏘喔 好啊好啊不能輸啊 所以我後來就看到旁邊有椅子 我就拿那個椅子開始用 那個也都是即興的 OKOK 這就是跟觀眾互動啊 對 我覺得酒吧摔角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讓觀眾互動 參與感更深 對 因為大家其實 就在旁邊而已 對 那 酒吧摔角有沒有什麼樣的特殊限制 比如說 可能希望選手不太虛 不太用 能用武器 或者是說觀眾不要參與什麼樣的行 不要做出什麼樣的行為 或樂局的行為之類的 有沒有什麼樣特殊的限制 我現在喔 其實一直在想 嗯 嗯 我覺得 武器其實應該來說還是不行 喔 比如說他可能喝個 但是 台灣啤酒的那種鐵鯉罐 就不太適合拿出來 假設 但是會想用 喔 我 我很 我很糾結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明定出一個規矩 你知道嗎 這是你們辦的 所以你可以規定啊 對 我本來想要講的是 武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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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怕 我怕有人直接 拿刀子出來 我會受不了 不行 我會受不了 所以 這個呢 我還在思考 當天的時候 我會一併把規矩解釋給大家聽 OK OK 我們其實也有在擔心就是 觀眾上來鬧場的這件事情 對 因為據說那間酒吧很多外國人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其實會有場住了 那你也知道 我個人的想法是 除非你最到一定的程度 不然你不會想要跟廠商 這麼多個摔角手 幹家 因為會輸 欸 是啊 我覺得應該還好 啊 對 那最簡單的 其實一般來講的規則的話 因為 像這樣子的比賽 其實沒有擂台 沒有藍繩之類的 對 所以最重要的人其實就是Escape 對 那Escape呢 就 採用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打的他們的規則 摸牆壁 只要碰到觀眾 就是Escape 喔 碰到觀眾或是碰到牆壁 喔 對 那希望各位選手 有在聽的選手 不要在這個時候趁機吃人家豆腐 欸我真的想要問這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看到一個外面的妹子 我們文明的人 文雅的人 文雅的人 好嗎 除非他自己 你知道把奶塞出來給你摸 那我沒準 哈哈 請大家兩情相悅 確定一下好嗎 哈哈 你知道因為我 我有收到那個 就是你們要打比賽的資訊嗎 然後我就去查了一下那個 就是場地的一些大小 然後跟就是一些相關的地點之類的 然後我就把那個資訊放在我自己個人的IG Instagram 然後就放出來 然後就可能兩三個女生就說 欸那個要幹嘛 然後我就說我們會 可能會辦酒吧摔角 那可以一起來看 然後我就說好啊好啊 然後他們說多帶點妹子來 那我這個時候我可以call那個妹子來 故意站在我前面起來 我去摸她 這樣子可以嗎 這是自己的朋友 如果她樂意她也沒問題 我說了 我剛剛說很清楚 兩情相悅 OKOK 兩情相悅沒問題 觀眾也是 如果你今天不想救她 你就趕快跑 哈哈哈哈 那場地應該沒有被打 所以也不能跑去哪邊吧 是沒錯 那你可以躲得遠一點 對不對 那你喜歡的 你手就直接伸出去給阿摩 這樣就救了 嘿嘿嘿嘿 那我想要問就是 嗯 當天會有誰參賽 還不知道比賽有種 可是這個時間點 其實帕斯路那邊 就已經會看到我 了吧 沒關係 一樣講 一樣講 我現在姑且是請全希哥幫我做海報 但是當天會出現的人呢 除了我剛剛講的 我們主辦的四個人 我 Poco X KJ 但是 這邊我要特別先講 嗯 Poco那天不會打 她會當裁判 OK 考量到她的身體 在那這樣子的地方打 可能會受傷 畢竟場地比較硬一點點 對 場地太硬 所以她是裁判 那首先我們這四個人會在 對 再來還有 哈卡會在 OK 哇我又打比賽 Fresh會在 OK Willy會在 所以應該兄弟都到了 哇操 另外呢 戰雄會在 喔水喔 那這一邊呢 現在是帕斯路的部分 聽帕斯路 還有剛剛講的KJ KJ 跟 VK 47 是吧 他有47喔 VK OK 跟 嗯 Zio 對 對 所以這樣子總共是 9個人 9個選手的比賽 加一個 加一個Poco裁判 哈哈 當然當天會在場的 你都可以去請他們喝酒聊天 所以 就算是攝 攝影還是不要 攝影是有家事的人 大家 尊重 包容 欸當天會怎麼樣特殊的賽事 比賽成嗎 比如說可能 欸打一半暫停 我們先Shot兩杯 然後喝完之後 繼續打之類的 這個不要問我啊 喔 這個不要問我 就看觀眾的 比賽的選手決定 你懂嗎 喔 就是放給他們決定 我希望大家就是 開心玩 隨著氣氛起舞 喔 比如說我今天 好假設我 你剛剛提到我去打 哈卡要打比賽嘛 對我可能打比賽到一半 我口好渴 但我要暫停暫停暫停 我去買一杯Shot 那跟你跟對手 那也可以是不是 可以啊 那自己掏錢就可以 你可以直接走下來開始護嘎 然後喝一杯喝酥的 就靠他一下這樣子之類的 喝酥的靠 喝酥的靠 也可以 好嗨 好嗨 那最直接最直接的問題就是 那個票價多少錢 沒有票價嗎 在國外98歲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訂網路預購 是450 付一張酒卷 喔付一張酒卷 那酒卷可以換什麼 對 就換一杯酒 對啊 對 不然呢 換我一拳 一頓挨揍是嗎 有些人搞不好 就這麼的M屬性 喜歡換你的拳頭嗎 畢竟是 酒卷可以換一杯酒 那酒可以換什麼的 請你當天去問Revolver 那 這是網路預購是450 那如果是現場預購的話 是500塊 那一樣也會付一張酒卷 現場沒有預購 現場就是購買吧 不是預購 現場購買 我不是現場預購 現場購買是500塊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第一次做什麼 沒關係 沒關係 工商時間 OK 對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套票 比如說 沒有特殊的套票 比如說我花一千塊 指定選手 喝兩杯 這樣子 你可以直接就花錢 然後買酒給我喝 我沒有差 啊 不能我不能說 比如說多買一點點 然後回饋給店家 然後就是指定 你只要買酒給我們喝 基本上就是回饋給店家了 啊 因為他們就是增加了一些消費 對啊 這是我們最最主要的目標 我們希望可以 不管是今天 你本來是來看摔角的人 所以你不認識Revolver 對 搞不好這個地方會變成你之後常來喝酒的地方 可以是 又或者是你今天是Revolver的酒客 你第一次看到摔角 嗯 那也許你當天又多了一個魚性節目可以看 所以你又可以多喝點酒 甚至是到你對摔角有興趣 你可以再來我們這邊看比賽也好 哦 就是一個雙向 We win 對 哦 okokok 那差不多我大概了解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特別在 額外想要宣傳的一些目的 或是內容想要特別再點出來的 特點亮點有沒有 嗯 嗯 其實我就是希望大家來就玩得愉快 因為我剛才跟你講這是午夜場 這是午夜場 所以 基本上我是覺得來的人就已經不用想要怎麼回家了 因為開場的時候你已經沒有車可以回家了 你就是除非是計程車了 哦也是啊也是啊 啊因為通常是會喝酒啦 所以我也是建議各位 就不要開車 也不要騎車都不要 對啊 連U-bike什麼都不要騎啊 對對對 腳踏車不行嗎 腳踏車不行 腳踏車不行啊 以前我就是被腳踏車的酒駕撞過啊 真的假的 我就被以前我在騎摩托車 那時候分享一下 騎摩托車 對啊那時候有一個阿伯騎U-bike 還是什麼東西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酒駕 他撞到我把我摩托車撞倒 然後我腳就很痛很痛 對他把我撞倒 因為我的那個視線有點模糊 因為他真的有點下雨 對然後突然橫切 阿伯的腳踏車這麼強硬喔 因為我沒有騎很快啊 所以他會說我三四十而已吧 然後他突然這樣橫切出來 就這樣把我撞過去 砰 然後我就聞到他說 他聞到他這樣有酒氣 我就叫警察 他又沒有說啊沒關係 我這個陪你就來 不要叫警察 因為他知道自己喝酒氣腳踏車也困 對阿伯 然後後來我回去的時候 看到我腳一直在流血 然後因為那個腳趾還是哪邊 所以有進沙子 然後需要把它弄出來清潔 然後縫針這樣子 好就縫了三針嘛 對阿伯鋼筋鐵骨耶 腳踏車撞銀機車 Holy shit 那這邊工商時間一下 我記得中文名稱叫左人手槍 那家店有沒有特殊的一些招牌的 招牌酒 他們其實是本來就會有什麼 音樂團啊之類的 會在樓上表演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那天的比賽活動是 前一個還有樂團表演 結束之後才輪到我們 真的喔 對 所以才會在午夜這個時間 不能請樂團直接幫我們伴奏 伴出場樂 到時候都沒有位子 很麻煩還要睡場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那一天一整天就已經要空下來 反正你也沒事 你也可以先到那邊開始喝 你可以去看一下樂團的表演之類的 我應該是已經在了 所以搞不好可以 反正你這些負責人會先到就對了 至少我會先到啦 我不知道但我會先到 了解了解了解 好啦那就感謝你今天帶來的這個資訊 那我就來問一些比較正經相 就是比較跟這次非酒吧摔角有關的問題 OK啦 因為其實你從國外回來 然後是有點想要問你就是說 你這樣從國外這樣吸取一些經驗之後 然後看到一些台灣的選手的成長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看法之類的 回來我覺得 因為這一次回來 現在的錄音時間 我還沒有看到這一次回來大家的比賽 所以 對還不準 那我因為我在網路上都有看啊 還來之類的 對 所以 我覺得大家 不要不要說是我 當然是就是 Freedance的選手來比賽完之後回去 我們在Freedance的比賽上也有稍微聊一下 他們對大家其實都評價很高 真的假的 對 評價很高 就是他覺得大家都進步很多 所以 希望 可以有更多機會啦 他自己 他們自己也是說希望有更多機會 可以 也許是他們 交流 也許是我們的選手再回去打比賽也好 所以 當然這樣是最好的 大家都有進步 但就是除了我去看NTW比賽 然後北極王打得爛得要死之外 哈哈哈哈哈哈 欸你怎麼個爛法 因為其實其實 我很想要聽你這個就是MDC的算台灣的 就是兩個就是老大哥的意見對小弟的這種看法 對啊 我覺得他太 他不知道再說幾點了 說幾點是什麼意思 是很畏畏縮縮嗎還是 對啊 他還是很尷尬 我覺得 我覺得他 他 並不理解 就是 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 團體 OK 我說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跟X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Metal Club基本上就是 你要放開來做自己的感覺 嗯 你看 我們是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嗯 但他今天 他那天的比賽感覺就很像 很像要配合 配合對面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要講啊 就 不是他平常的樣子了我覺得 嗯嗯 我 至少我 有印象他的比賽 我覺得他那天的表現很糟 嗯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我當然那天比賽完我沒有跟他講 嗯 但除此之外其實 發出其他的選手我覺得都 應該 該怎麼說呢 能進步的人都有進步 已經到頂的人就是 那也沒責啊 現在缺的就是機會而已說實在的 OK好了 那我想要就是反正節目接近尾聲 因為主要目的有宣傳到 那節目接近尾聲呢 我想要問你就是 你之後 摔角路還要怎麼樣打算 喔 其實 這件事情就是 也不是什麼秘密啊 就是 我現在在等我的工作簽證 嗯 工作簽證 好了之後我會回去日本 但這一次去 因為有了工作簽證 所以我可能就是待長期 那 會長期 呃 待在日本比賽 所以 會比較少再看到我 長期是多少 呃 要嘛是 有人幫我出機票前讓我回來 或者是我破產了 我必須回來 除此之外的時間 我應該是不太會回來了 所以你現在基本上就是跟 烈火是差不多的那種感覺 就變成像旅日啊 那種感覺 對 現在是我的目標 其實也不是說旅日啊 就是日本待著 但 其他國家的booking如果有找的話 我當然是很歡迎啊 欸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比如說你先拿了日本工作簽 那其他國家找你的話 那你這樣子工作簽怎麼辦 還是一樣可以留著 可以留著 可以留著吧 可以留著吧 他就是在一個期限內 喔 他就是在一個期限內 然後你想要飛哪邊就飛哪邊 但是你就是可以隨時在日本工作 對啊對啊 喔 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遇過這樣的情形 對啊 我也沒有啦 但我看其他人是這樣 所以應該是這樣 喔 好啦 那節目接近為生了 就 感謝 因為今天 主要真的是要來宣傳 酒吧摔角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順帶來 很唐突啊 欸對 有點急啊 有點急破 對啊是啊 因為其實整個活動 雖然我想了很久 但我實際上真的開始問 場地應該是 一個月前吧 欸對啊 你為什麼會選那間啊 你為什麼會選那間 應該也不是一個月 兩三個禮拜前 其實我一開始 很早就先傳訊息給Poco 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知道什麼地方 因為他很常去跑的店 什麼咖啡廳啊 或是酒吧之類的 所以我就好去問他 我還問他說 你有沒有知道什麼點這樣 然後就是多方考慮 我都覺得沒有很好 然後我就後來就想到 因為之前有一次我就是 去左輪 然後因為KJ在那邊工作 對 所以我就是跟他一起去 然後我就去上 他們二樓是要廁所 我就上去接廁所 我就看到他們那個展演空間 我就想說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辦比賽 但這也是三個月前的事情 就我剛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辦比賽 但那時候只是想 到日本 打了那幾場比賽之後 就覺得說 剛好我一定要打 嗯 好玩啊 找Poco問 得不到一個結論 我想說 那不然就是左輪看看 所以我就去問KJ OK 然後促成這一次 但我其實本來更想要是在 4月底就辦 但是實在是太趕了 4月底可以辦 為什麼不行 啊不行你這樣會撞到 那個NDRB的檔期 那個是不還好 但是 因為他們其實 左輪他們自己那邊 這個月的行程也都有出來了 而且其實滿滿的 他們的行程其實都很滿 既然5、6日都很滿 所以 就只好演到5月 原本要5月 5月底 可是 我不知道我還在不在 所以 我跟他說 可能要早一點 那就是5月12 就硬塞在樂團表演結束後 這真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 One time only的活動 真的 因為 也許 這次活動的翻譯很好 那 那 之後他們可能 他們可以再辦 可以有第二季 或者是我們甚至可以讓 Revolver Bar Wrestling Night 是 常態性的 那一段時間有一次 一段時間有一次 但是 但是由我本人 produce的 應該就只有這一次 因為我在就不在了 高歌離席 高歌離席 真的 好啦 反正就 大家真的可以其他看看 那那個資訊的話 除了我們這邊 的 呃 資訊欄可以看得到之外 除了手下那邊也會公佈 然後 帕書應該也會公佈 才對 對啊 各個選手應該都會發 對啊 就是各個選手 會有出賽資訊的選手都會發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 聽聽看 剛剛去參考看看 欸 這樣子我 我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比如說提供 優惠嗎 比如說從這邊節目聽到的 我不知道會聽到多少 又會嘛 比如說再折50塊之類的 沒有啊 基本上你在網路預購就是 就已經是1250塊了 喔 我想說再從這個節目聽到 再折50塊之類的 你自掏腰包 我折 我大力折 不要啦 我怎麼很 我們現在 我快沒錢了 我快沒錢了 你現在前三名在這個 你是前三嗎 預訂票的人呢 C4會自掏腰包 幫你們出那個多的50塊 假賽才50塊而已 這個算什麼 當天你就跟他說 你就底下注明說 C4說要幫我出50 我們一定處理 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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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感謝Gaiax今天的資訊宣傳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是C4 YES 我是Gaiax 再見 OK 大家再見 拜拜